常年期第十主日已年 把魔鬼驱逐出去 创世纪三章九到十五节 格林多人后书四章十三 五章一节 马尔古福音三章二十到三十五节 小德兰福传之友 曾庆岛神父 读经繁星 2024年6月9日 耶稣基督 今天的读经都提到 与恶势力萨丹的战争 我们写爱和平 不爱战争 但战争 特别是属灵的征战 不是因为我们喜欢与否就存在或不存在 现代人因不喜欢战争 所以不愿意提起战争 甚至会采取鸵鸟心态 连魔鬼对我们展开攻击也视若无睹 但不愿面对现实 并不会使现实消失 虽然我们的文化传媒 把魔鬼的可憎可不淡化了 如万圣节 人们喜欢戴着魔鬼的面具来嬉笑作乐 或魔鬼只是卡通故事里有趣好玩的小丑而已 然而魔鬼却是处心积虑要带给我们祸患 魔鬼的存在是一个事实 这不只是我们人生中的经验 也是一个歧视的真理 我们可从近代历史看到极权主义 对无数人民思想的毒害 带来残酷战争 家破人亡 或在报章电视里看到惨不忍睹的 丧心病狂的禽兽不如的人的行为 特别是屠杀手无寸铁的妇孺难民 甚至是没有能力出生的无辜胎儿 或看到毒品 色情无孔不入的奴役人 使得家庭分裂 产生许多问题青少年 社会因此需要增设警力 监狱等来维持治安 再来就是取消或攻击 天主教会所提倡的 福音真理和道德价值观 诸如此类的事实 使我们一致认同圣保禄说的 我们战斗不是对抗血和肉 而是对抗率领者 对抗这黑暗世界的霸主 对抗天界里邪恶的鬼神 福六十二 今天的读经 以用人的语言来描述 魔鬼在起初就与人为敌 恨不得人能独立于真善美的天主 天主许下要踏破蛇的头颅的人 就是新物王玛利亚的后代新亚当耶稣 在今天的福音里 我们看到耶稣基督这圣母之子 人类救主的行动 把魔鬼赶走 耶稣的驱魔行动 清楚表明魔鬼虽然猖狂 但绝不是耶稣的对手 魔鬼的控制是可以被摧毁的 主耶稣因服从天主旨意 被恶人钉在十字架上时 就决定性地战胜了魔鬼 但他留下一些 收拾残取的灵星战斗 让我们去对抗 为了让我们也参与他的战斗 以分享他胜利的光荣 因为我们现在的轻微患难 是要为我们准备那 至大无比永恒的光荣 独经儿 不与基督同战同劳苦 如何有面子和他同享光荣 每一次我们战胜魔鬼诱惑的时候 都是我们立功劳的时候 只要我们依赖天主 是能克胜诱惑的 天主不会容许拿超过我们能力的诱惑 天主的试探是要锻炼我们爱的能力 魔鬼的诱惑是什么 用今天读经的例子 魔鬼会诱惑我们像元祖父母一样 去脱离天主的控制 而获得自由 即抛弃天主实戒 诱惑我们像法利塞人一样 自是清高无罪 拒绝主耶稣的救赎 亵渎那指证 耶稣是救主的圣神 而永远无法得到罪的赦免 诱惑我们怀疑与主一同复活的信仰 读经儿 并因轻微的患难而灰心丧志 诱惑我们注目那看得见的暂时事物 而忘记那看不见的永恒事物 诱惑我们蔑视玛利亚 而浪至了投奔圣母 以得救赎安慰的恩仇 诱惑我们害怕战争 而不敢真理奋战 最后 特别在今天的思想界 神学界 诱惑我们不要相信 那灾类人耶稣 是人而神的普世的救主 魔鬼的存在是一个事实 而它最有效的策略 是让人怀疑它的存在 所以我们应小心 不要危机四伏时 还很乐观地以为天下太平 有危机感不是懦弱 而是明智的表现 你们要节制 要醒悟 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 如同咆哮的狮子巡游 寻找可吞食的人 你们应以坚固的信德抵抗它 勃前五八 天主教教理教导说 魔鬼的活动是天主 在其眷顾下允许的 天主会刚柔病重地 引导人类和世界的历史 天主允许魔鬼活动 乃是重大的奥秘 但是我们知道 天主使一切协助那些 爱他的人会议 罗八二十八三百九十五号 只要我们爱天主 不主动离开天主 魔鬼对我们是无计可施的 因此我们也无需一天到晚 想到魔鬼 害怕魔鬼 好像魔鬼是我们生活的重心似的 不 基督才是我们生活中 该事实奠记的重心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